大家好 我是准时更新 独宠播音的星辰 2024年6月 波音星际客机首次载人飞天 将两名宇航员送往空间站 大家都知道了吧 随后那个声称 月球背面永远黑暗 美国不打算去那里 不知道中国为啥要去的 NASA局长尼尔森 迅速送上一堆里程碑尊号 称赞这是历史性载人 然而啊 就在波音NASA优势载诺之际 太空中的宇航员却得知了一个噩耗 飞船出现海气泄露 好消息是 宇航员关闭发门缓解了问题 坏消息是 由于不明原因 对接空间站时 推进器突然失灵 好消息是 经验丰富的宇航员 化身老司机 手动挡完成对接 坏消息是 停在空间站的星际客机 又发现多出泄露 据传啊 是印度供应商为节约成本 把钛合金发门 换成了铝合金的 这绝对是甩锅呀 毕竟即使三哥这么离谱 你波音的质减呢 事实上 早到5月 波音就发现了漏气问题 但团队已不影响安全飞行为由 决定不予修复 就这样 面对漏气加故障加太空的堆积 星际客机的返程时间 也开始挑票 从原定的14号 先推到18号 又改为22号 最后索性无限期 不过相比于7年延期 降落伞有问题 项目超之15亿 两上发射台 两次撤离 这类小意外 对星际客机来说 也不算太奇怪 转发加三连 这就是载人 听波音说 提到美国航天 大家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是NASA指定歌王波音SLS 还是首灯月球 不慎拜登的奥德修斯 亦或是马斯克的兴建 作为全球数一数一的航天强国 美利坚也有自己的影集 载人飞天 2004年 鉴于哥伦比亚号事故导致 7名宇航员遇难 加上单次发射15亿美刀的成本 美神宗小不实 向全世界宣告 航天飞机的时代已经结束 但搞航天是这样的 总统先生只需要简单的口嗨 而NASA需要考虑的就很多了 你把它废了 咱用什么上天呢 好在NASA很快找到了答案 咱可以找俄罗斯买票啊 剩钱又实惠 2011年 国会老爷保质保量的 将三架航天飞机全丢进博物馆 自此 美国再想送宇航员进太空 只能求助俄罗斯 而老实憨厚的毛色 仇准机会将票价超级加倍 从2200万美元一路涨到7000万 如果只是涨价倒还好 等到2022年战端一开 美国对俄罗斯上到石油出口 下到宠物猫狗 上到芯片制造 下到板凳塑料 制裁了个遍呢 美元都不准用了 但另一边呢 美国宇航员则规规矩矩 用卢布付款找俄罗斯买票 当然 堂堂世界霸主 怎么能像印度那样任人痛宅 咱自己干 早到2010年 NASA便启动了一项宏伟蓝图 商业载人航天 说人话就是啊 将研发新一代载人飞船的重任 外包给私人公司 但PPT还没开动 国魁老爷先开始了 啊 又弄PPT骗钱是吧 人印度几百亿买飞机 还能停个响 你们呢 拒绝 这倒不是老爷们故意找茬 彼时金融危机刚过 美国财政本就捉襟见肘 再加上小布什同志 赤资2000亿的星座计划 挖坑实在太大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 眼看项目停摆 身为合众国长子的波音挺身而出 承诺 只要获得足够资金 飞船最早可在2015年首飞 研发成本将远低于50亿美元 应该说啊 作为美国航天的中流砥柱 波音有这个实力 此时波音麾下 汇集了双子座飞船承包商卖道 阿波罗飞船承包商北美航空 航天飞机轨道器承包商 罗克维尔等大批英豪 造作飞船 岂不是星辰破百万 手到擒来 面对如此靠谱巨老热心接盘 国会这才同意打款 项目顺利进入竞标阶段 出于信赖呢 国会一开始甚至准备 指定波音独自研发 但为了以防万一 NASA还是为波音 选中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备胎 SpaceX的龙飞船 2014年 波音星际客机 成功拿下42亿美元的合同 考虑到这架过于实惠 NASA还允许星际客机 设立旅游座位 卖给富豪赚外快 由波音自行定价销售 而波音呢 则拍了胸脯保证 最快2017年初无人是非 年底直接上天 合同签订当天 时任NASA局长查理 放出豪言 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 不应该依赖他国进入太空 力求2017年前 结束对俄罗斯的依赖 将近地轨道运输 交给私企 有利于NASA专注于 更庞大的计划 登陆火星 计划完毕 美梦周全 收拾收拾 开干 在紧锣密鼓的工作中啊 2016年5月 第一份捷报传来 星际客机首飞延迟到2017年底 这次不是波音的锅 而是甲方NASA额外要求过多 小问题 5个月后 延期报告又来了 预计2018年底才能就绪 此时NASA呢 也不太在意 没关系啊 慢工出细活嘛 然而啊 当时间来到2018年4月 NASA惊奇的发现 这味不对呀 怎么连无人测试都没开始啊 波音也终于摊牌 由于供应商拖延 以及生产计划遭遇挑战 预计要到2020年 甚至更久 听了这话 NASA都傻了 傻 咱跟俄罗斯嫌疑马上到街 我狠话放完了 人毛在2016年 就不准备虚了呀 没法子 NASA只能做出一个 违背祖宗的决定 不签约也行 咱零售吧 喜出望外的俄罗斯 则马不停蹄的 将票价 小涨到了8500万 但人波音也有理由的 虽然咱慢了 但技术有提高啊 星际客机 将能多携带一名成员 以及额外补给 原计划只能停留空间 占两周 升级后 最多可停留六个月 没想到 之后还真用上了 当然了 还是有坏消息的 2018年7月的测试中 星际客机推进系统 多个发门故障 导致燃料泄漏 2019年的 逃逸测试更离谱啊 三把降落伞 只打开了两把 但不一呢 却坚持丧事喜办 虽然不是故意的 但这证明 两把降落伞 也能安全着陆 我认为这是优点 测试成功 好家伙 这水平 印度看了都得 一键三连吧 当年12月 掌握重新定义法的 星际客机 开始首次无人试飞 本以为干票大的 结果是拉脱大的 飞船刚一升空 技术人员发现了一个极其低级的失误 飞船始终与地面没有同步 足足相差11小时 效果非常显著 飞船嘛 连预定轨道都没进 就耗光燃料 被迫提前返回地球 由于故障过多 反乘前 工程师特地检查了一遍 哎 您猜怎么着 代码写错了 原本分离程序 应该是服务舱往后 成员舱往前 结果写成了服务舱向前 说人话就是刹车写成了油门 工程师啊 只能现敲代码 赶在返回前两小时更新完毕 这才没有发生空中撞车的惨剧 由于过于离谱 纳萨将这次任务形容为灾难性失败 后来坊间又是一手 莫听骇气泄露声 何妨发射照进行 故障问题全加码 谁怕反乘延迟就能行 航天事故催人行 退役 俄国笑脸却相迎 回首向来测试出 代码也不准时 也不灵 虽然活干的差 但我钱花的多呀 早在2019年 NASA监察长便发文痛批 由于担心波音撂挑子 NASA居然在合同外 额外给波音打了2.87亿美刀 真不知道图啥呢 图伯列夫 另外啊 波音的星际飞机票价 高达9000万美元 没研发之前 找俄罗斯才8000万 花了40多亿研发 居然还得花9000万 那我他妈不是白研发了吗 对比之下呀 马斯克的龙飞船 票价仅需5500万 更离谱的事 首飞失败后 NASA对波音提出61项整改建议 并要求按合同二次试飞 这话一出 波音怒了 啥 你听着这是人话吗 我们已经发现问题解决了呀 凭什么二飞 不行 得加钱 否则下次直接再人啊 双方就地扯皮 直到四个月后 整改意见增到80项 加上波音坠机事件被全球停飞 这才松口 愿意自掏腰包4.1亿 2020年12月 经过一年筹备的星际客机 等来了二飞的消息 暂定2021年3月 然后 波音又展示了一把 印轮风 哎 我为啥要说又呢 坏消息是 不出意外的延期了 先推迟到8月 更坏的是 8月飞船刚上发射台 24个推进系统发门 发现有13个打不开 只能紧急叫停 更更坏的是 经过工程师近一周的努力 还剩4个发门 无法修复 最终被迫返场大修 至于原因嘛 是不明水分 导致发门被腐蚀卡住 围绕谁该负责的问题 波音与发门供应商 开启了甩锅模式 一个说清洁不到位 一个说设计拖后腿 一个字 炒 就这样啊 故障多到大水漫灌 问题堆到 七里子散的情况下 而非连续跳票到 2022年5月如约而至的新故障 又给了波音一个下马威 12台发动机中的两台 刚点火边故障熄火 嗨 熄火就熄火吧 反正故障也不在乎再多这一个呀 最后还是飞船启动 备用发动机 才总算没有重蹈失败的负责 终于 2022年5月22日 经过足足5年延期 星际科技与空间站完成对接 并返回地球 比较尴尬的是 一周后竞争对手SpaceX的载人飞行都成了 弹幕里的吴彦祖可能要说了 虽然计划有些小曲折 好在流程走完了不是 嗯 是 也不是 因为这次还冒出来 升空时热系统显示故障 空间站对决推进器也有问题 返回时 导航与GPS卫星通信意外中断 等一连串问题 让NASA头皮发麻 面对友邦惊诈 NASA商业成员计划项目经理斯蒂奇来了一句 这些并不让人意外 众所周知 发射越迟 准备越充足 准备越充足 发射越早 所以发射越迟 发射越早 在积累了丰富的失败经验后 雄心大增的波音走到了最后一步 载人 此时无论是波音还是NASA 都卯足了劲 因为某东方大国的空间站 天宫正在加紧建设 而登月计划也在有条不紊 堂堂波音 这要载人飞天再出点岔子 那真才叫 连都不要了 然后波音就行动证明了 什么叫上酒吧 喝娃哈哈 整得多玩的花 2023年6月 距离发射仅一个月 星际客机又开始了 什么软件测试不足啊 推进发门故障重复啊 飞船保护线路交代毅然 也没法保护啊 主打的是一个每次都故障 次次掀花样 刚离谱的还有降落伞性能不达标 对的 就是前面三把降落伞只开两把是优点那个 此时工程师啊 才发现 如果真有一个降落伞打不开 返回舱和其余两个降落伞间的连杆 可能会断裂 很喜欢必有的一句话 啊 没法子 修 就这样缝缝补补补又一年 有好消息了 定了 定了 及时到了 2024年5月6日 发射前两小时取消 啊 对的 这次是火箭氧气发门读书一场 好不容易解决 然后工程师又发现飞船 存在微量氦气泄漏 但团队啊 决定不予修复 理由是测试表明 泄漏率在安全范围内 有信心不会造成飞行安全问题 现在看 确实没造成啥飞行问题 只不过回来不太方便 其实原因啊 是波音此时 正因空中飞门陷入质量危机 急需星际客机成功首飞 挽回声誉 而修复泄漏非常复杂 需要回工厂全部拆卸检查 6月1日 发射再次进入倒计时 倒着倒着 又又又又停了 这次干脆原因不明 可怜两位宇航员啊 一个58岁 一个61岁 这来来回回 被送上火箭又抬出来 有道是研发磕磕绊绊 发射几度中断 氦气泄漏不休 问题零件不坏 三天又三天 拖到了6月5日 波音终于产防传喜讯 生了 生了 星际客机成功发射 没想到的是 还只是意外的开始 发射当晚 飞船氦气泄漏问题 现实翻场 唯一的区别 是这次漏点更多 好不容易关闭发门 阻止泄漏 结果部分零件又失效了 6号与空间站对接时 5个控制姿态的推进器 无法点火 飞船只能中断直播 暂停对接 停在空间站外 让宇航员手动处理 经常坐火箭的都知道 氦气与点火有关 必缓了属于事 好在宇航员 凭借过瘾技术 修复重启了4个推进器 并手动完成空间站对接 算是重温了20世纪 六七十年代 双子座和阿波罗的浪漫 紧接着 对接完的星际科技 又又又又出现泄漏 而这已经是发射后的 第五起泄漏事件 面对一连串故障的叠加 这个浑身漏点的飞船 不得不将返程日期 从原定的14日 先推迟到18日 后改为22日 再继续延 对此NASA这样解释 延期是为了让宇航员 协助空间站 进行太空行走 没想到6月25日 空间站宇航员 准备出舱前夕 发现宇航服冷却装置 居然漏水 连太空行走也取消了 至于官方直播画面 用的是温时屏幕录制 可能怕Windows自动更新 还没联网 嗨 就不说了 总之啊 星际科技这前半生 不是在不出意外的出意外 就是偶尔意外的没有出意外 意外多到不意外 没意外到成了意外 都这时候了 波音项目负责人 副总裁马克还在嘴硬 我们一直说 这只是是非 我们会学到新东西 现在我们已经学到了一些东西 比如虽然我们的 氦气系统是可控的 但它并没有按照 我们设想的那样运行 大概他忘了 星际科技上 还有两位宇航员吧 此初 我有一联 上联 燃料漏代码坏 研制实验 次次意外 下联 阀门松 零件晃 是非发射 处处故障 1986年 美国挑战者号升空 仅73秒 便发生爆炸 事后调查 发现是助推器的 O型环 失灵 引发燃烧气体泄漏导致 其实早在1977年 旧测试数据就表明 O型环存在致命缺陷 但助推器生产商 塞奥科公司 并未采取措施 NASA也对工程师的 低温发射风险 制作网闻 结果七位勇士 永远留在了蓝天 2003年 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 返回地球式解体 经过七个月调查 云是一块泡沫材料 撞击了航天飞机的 隔热瓦 形成裂缝 返回时 超高温气体 从裂缝进入 导致解体 同样 太空飞行期间 工程师就知晓异常 以及可能的严重后果 甚至有七次补救的机会 但又未引起重视 重演了悲剧 七名宇航员 再次命丧太空 2003年8月 调查小组 在事故最终报告中 愤怒地写道 此次事故 责任人有三个 NASA 国会和百宫 航天世界最重要的是 安全和生命 但NASA并没有从 挑战者号的惨剧 吸取教训 他们反复强调 内部没有安全问题 为了应付国会 一味追求发射进度 他们口口声声 资金短缺 但截至2002年 预算分文未降 实际购买力 却降低了13% 进而出现大幅裁员 安全管理也变得虚无 最后调查委员会还警告 如果这些长期反复的缺陷 得不到解决 下一次事故将不可避免 20年过去了 同样的配方 同样的波折 只不过主角换成了 NASA太子哥 波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